办公大楼突然发生爆炸 在几百公尺外的民众都拍到爆炸后 升起的浓浓殉壮云 现场一片混乱满是砖瓦碎片 大楼窗户和门框都被炸到严重损坏 爆炸的地点是黑龙江东宁市 一家名叫华晨公司的两层楼办公大楼 附近居民都说他们做的是煤矿生意 爆炸发生后有人被救难队抬出大楼 还有伤者躺在路上等待救援 根据陆媒报道送医的部分伤患 还没有脱离险境 目前当地官方已经封锁爆炸的大楼 除了要调查损失情况 也要厘清致命爆炸的事故原因 TVBS新闻综合报道